哈大家下午好,我是郭爱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来解读一下碳中和 那么碳中和的话呢,像电力、环保、碳交易、分能等 它们的板块表现略有不同 比较分析后面将怎么去看 那么同时的话呢,像今天像通宝能源地天板 长元电力、跌停又意味着什么 其实咱们在前面呢,给他讲到过很多次 碳中和方向的面临这样的一个退潮 进入了炒作的后半队 一个是防范高标个股的出货 同时呢,也要防范跟长个股的矩阵 做好高低计划 那么我们来看看先从指数再从个股的视角去表达 首先呢,碳中和方向呢,今天是有所反扑 但是反扑的话呢,很明显 环境保护板块指数的话呢,今天是属于走得比较强 它走得比较强的同时呢 它其实也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和前面电力是异曲同工 我们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对应的位置呢,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日线呢 可以把它作为趋势线去看 那么接下来呢,像今天它是属于放量反包的一个做法 还算比较强势,后面的话呢,重点观察整个尺寿效应里面的两个位置 第一呢,向下 观察的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 它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说后面阴阳交替 但是呢,它始终守住这样的一个日线趋势线的位置 在日线趋势线上方进行徘徊 那么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机会点 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来看 一波冲高回次,二波冲高回次 这波再进行冲高 如果说不能通通快快的突破前高 而且呢,量能持续跟上 那么呢,冲高之后呢,防范是回落 那么回落的时候呢,观察下方的日线的趋势线的位置 好,这是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观察点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像电力 电力的话呢,其实在这一天的时间 3月25日,咱们当时呢,给他讲的一个视角 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咱们同样把它的低点和低点相连对应的 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日线的趋势线上面 接下来的话呢,它必须以中央反暴的方式呢 它才能够续命 那么今天呢,像连续几天电力方向呢 是属于延续走强 量堆的话呢,还保持这 同时的话呢,它也是技术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呢,它站在53天均线上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同样的考察的是 它能否始终保持在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上方运行 如果说保持着日线趋势线的上方运行 阴阳交替,那么它可能会存在反复的一个机会点 反之,如果说对应的一旦跌破反周不能进入 那么它可能进入这样的一个末端 就是那退潮分化调整下跌的走法 好,这是电力方向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其他像核能核电 今天呢,虽然说也是反弹,但是缩量的 像风能 对应的话呢,它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今天是属于缩量的一个走法 对应的话呢,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而且呢,前高1641.18 到现在位置没有突破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一个高点呢,也没有突破 探交易的话呢,那么明显是在转弱的 53即将形成时差 而且对应的话呢,那么它也是属于 今天反弹属于缩量 那么呢,在前天长上瘾 昨天下瘾 今天呢,又属于这样的一个缩量的走法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那么后面观察点 如果说量能不能起来 它很有可能会 继续往下 增当下行 好,那么咱们再来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像今天非常有意思的 像电力方向 电力方向的话呢 例如说像今天 长远电力 跌停 好 那么呢,像 华银电力 对应的话呢,跌幅8.4% 深圳能源跌幅7.5% 那么这些个股的话呢 其实是前面的一些明显的高标股票 非常具有方向性的 非常具有风向标的一个作用 那么像深圳能源昨日出现这样的高位趋劲方量 这是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这样的一个 坚定开线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今天的话呢,继续低开 低走 跌7.6% 而且呢,他对应的 其实呢,虽然说下方的这样的一个筹码还在 后面呢,可能还会有反复 但是呢,他也是高处不胜寒 像华银电力的话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咱们就给他讲到了 就是呢,一定要高度注意 这样的一个高处不胜寒 高位矩阵 长上瘾 后面的话呢,他属于这样的一个滴滴不休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像长元电力的话呢 对应呢 他也是前面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出货 后面的话呢 其实也是进入一个情绪 或者说进入这样的一个出货的一个走法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 例如像湖北能源 当前呢,还算比较走强 有新的个股接力 像呢,金融电力的话呢 对应的 咱们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也是有点评过 那么对应的话 当前是属于三连板 好 像伊甸国际 天赋能源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整个板块呢 其实行情还在继续炒作 但是对应的一个走法 它属于明显的高低切换 那么呢 高标的个股呢 例如像刚才咱们所看到的 例如像湖北能源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当前 好 涨停 震荡 涨停 震荡 涨停 两连板 后面呢 不排除可能再往上加速 但是呢 这样的个股 它未来也会经历 什么类型的呢 它也会经历 例如说像长元电力 华银电力 森林能源 这样的过程 只不过呢 它还没有到这样的节点而已 所以说呢 对于 整个电力方向的话呢 板块指数 还算强 但是个股分化已经非常严重 那么高标类型的个股呢 它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出货成压 面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风险 而对于一些 底位还没有真正动作的 刚刚站上 144点均线 53刚刚站上 刚刚突破100 就是刚刚上穿144点均线 价格呢 在144点均线上方 进行震荡的 那么它可能会存在一些 轮动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例如说 上穿144点均线震荡 后面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发力 好 上穿53 上穿144点均线 反反复复的这样震荡 而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发力 好 像这样的 53上穿144点均线 然后呢 震荡当中始终不破 144点均线 出现这样的一个 轮动下的一个机会点 好 这是咱们 关于电力 那么我们再看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方向的话呢 它对应的个股我们来看 首先的话呢 像前面 列数呢 它也是属于像 非大环保 非大环保 对应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高标 坚顶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滴滴不休 同时的话呢 像环境 好 像环境保护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 其实也是我们来看 今天涨停的个股 涨停的个股里面 对应的其实也是属于 好 轮动或者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补涨的一个作用 好 这是环境保护方向 像绿色动力 它也是属于上传53 上传144 然后呢 股价在144年军线上方 增浪 好 出现这样的一个轮动 补天环境 3200之后 回测 补破 144年军线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暴的走法 好 那么对于整个碳中核方向的话呢 首先 它是属于一种降温的一种过程 就是前面的那种高潮的阶段的已经高于端末 那么当下的话呢 一 远离高标个股的出货 二呢 对于一些跟 跟涨的跟风的个股呢 要 尽量不要去追高 防范矩阵 第三个的话呢 那么把握这样的一个基础特征的 就是呢 哎 价格呢 53 刚刚上传144年军线 价格呢 在144年军线上方 进行增荡 始终不破144年军线 那么这类图形可能呢 轮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呢 也要做好技术的一个防守位 如果说呢 破了那么及时止损 空调仓位 好 这是对于碳中和的一个跟踪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和点赞 修材呢 没有任何的助理 也没有任何的公众号 更不会推荐任何个股 任何金融衍生产品 那么所有的观点 是将能只做分析的 只做一种观点 只做一种技术交流的一个分享 好 再见